6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 在确定极端组织被击败 同时与美共同打击极端组织的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得到安全保障的条件下 美国才会从叙利亚撤军 博尔顿当天展开对以色列的访问 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举行会谈 根据内坦尼亚胡的说法 双方讨论的重点是伊朗的地区角色 以及叙利亚局势 在联合记者会上 博尔顿告诉内坦尼亚胡 美军撤离叙利亚是有前提条件的 我们在西亚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将会谈论 总统的选择 但以西亚的选择从南西亚 为了确定伊兹是抗争 而不能够回復 而再变成危险 在与内坦尼亚胡会谈之前 波尔顿在耶路撒冷对媒体说 在土耳其保证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安全之前 美军不会离开叙利亚 他说美方认为 土耳其不应该采取 没有与美国完全协调 未经美国同意的军事行动 这样才能不危及美军 而且还会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 基于美军共同打击 极端组织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没有受到威胁 波尔顿7号将前往土耳其 美联社报道 预期他将向土耳其官员施压 要求土方不要进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